上一集跟大家說魚絲有記憶性 這個記憶性上次我說 一個圈用木牌去上就會改變了 它的記憶性變成長條形 那就不會炒粉了 但不是就這樣拿絲出來 拿絲出來就可以這樣撬上牌就可以了 必須要拉過 炭絲一定要拉過才會改變 不會一個圈一個圈的 我做解卷新鮮給大家看 一放出來看是怎樣 全部是這樣的包裝 這卷我準備用 三號絲 看看怎樣做 這個肯定很清楚 包裝是這樣的 很清楚的 看看一定 放多一點 看看清楚一點 什麼情況 大家看不看到 這些一扔出去一定會炒粉 實亂多多線都不夠 所以一定要解除這個一個圈一個圈的記憶 最重要的燦絲 越漂亮的燦絲 它越拱得厲害 因為夠硬 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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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絲 沒有事的 但是這些絲硬 傳避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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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高手說新綫怎樣解除記憶性 他說將綫放在熱水裡 滾一下 這個方法我未試過 他說這樣可以解除我未試過 因為我明白那些儀式 這些碳氏是外面包碳氏 裡面是尼龍來的 逢尼龍那些膠的東西 被熱力改變了 可能會值得 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會傷害到會醒的 所以我就不太建議了 我的方法以前買一卷這樣的四號絲 這卷是三號 這卷是三號 買一卷是四號 人家設我的都是180元 現在就便宜了 我這些繩 所以很鏡石 怎樣搞一下 逐兩尺兩尺 拔 拔 才上牌的 上個褲子 起碼兩個小時 但是現在不用了 現在我呢 搞得簡單了 走到公園 繞著燈柱 去拉一下 拉三四次 這樣就可以搞定一部繩子了 又方便很多 我會放一段片給大家看一下 怎樣搞的 有些人說呢 上卷紳士很簡單 你把它丟到海裡 快艇 把艇尾丟到海裡 跟著撿東西就可以了 我可以告訴你 完全是不行的 是兩件事來的 在艇尾放那些呢 那些叫做氣 那些氣就是如私自轉的時間 因為一個圈 一個圈 拉出來 它會自己上一個圈 一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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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進海裡 那些叫做放棄 你只可以把如私自轉放棄 但是剛才拱起那些 一個圈 一個圈 那些 那些叫做記憶 那些記憶就是因為繞下去 圓形的物體 放出來它就圓形了 這樣就一定不行的 所以是一定要拉 這些塔斯 不拉就不直 一拉就直了 是這麼多 先說 手排 這一個圈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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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拉 慢一點 快些 點餐 快點 屁股 要那個 東西 有守衛 有守衛 為什麽 用餐 用餐 看來 整理 挑剝 進去 都可以 全部 進去 上一集又說到綁水佬傑 很多人說麻煩你綁慢一點 我先綁一次再放慢的影片給大家看 穿波子園 這個水佬傑真的沒得頂 我以前在南沙 砌大沙也沒出過問題 穿個洞 拿著繩尾繞一個圈 最重要是在線和勾中間下第一個 接著第二個圈就這樣綁一個圈 一套套著繩尾和勾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了 可以是很簡單的 看多兩次一定會的 這個結連剪繩尾也不用 很方便很快 晚上不用看又完成 所以學一些有實用的東西 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 好 都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